对于这个保险国这个下跌呢 不是他因为他们这个跌幅就非常大 从昨天的表现来看呢 我认为他跟其他的板块呢 也是同步的 其实事实上呢 我认为呢 对于这个近期日本的地震呢 对应该对保险国是利好的 因为呢 人们会更加注重这个抗债啊 还有这个保险的 的需求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保险国呢 对这个保险国是有利的 还有呢 这个中国呢 已经进入了这个加息的旧期 这个对保险国的收益来说呢 是一个利好 对这个板块来看呢 我认为呢 首选国还是这个泰宝 还有这个柴贤